我們就來看看現在蘇丹紅的這個最新進度 有一個名單曝光了 搞了半天這些進口箱全部都是親戚 那難道要合理懷疑他們是有擋陣的親戚嗎 首先你看這個F0108U白胡椒粉 是在高雄市的有四個下油 查到了1110核麥光光 BB13香辣油17000多罐流向全臺的全臉 長這樣大家看一下就不要買了 現在應該差不多是下價了 如果還沒有下價來不及下價的 請大家看不要買 然後你看他是怎麼個流向呢 包括他先從精湛嘉廣這個公司進了辣椒粉 然後到了彰化餡的玉華香料 玉華香料把它做成胡椒鹽調味粉60包 香辣13香就是10包 然後在賣給嘉義市的雞排業者 有58包的調味粉已經用完了 所以等於說差不多嘛 他做的賣到這個雞排業者的時候 統統吃光了 因為你知道嗎 鹽酥雞啊 雞排一定要撒胡椒粉 辣椒粉那個才過癮嘛 那撒越多好 現在蘇丹紅就越多了 重點是我們政府來告訴你 他不一定會致癌 反正能講的能扯的都在扯啦 然後你看這個食藥署現在呢 因為被罵到真的是臭頭了 又來了 又要開始每天報數字了 從這個之前這個 每天這個確診的數字要報 然後還有什麼呢 這個疫苗的數字要報 然後雞蛋的數字要報 現在告訴你說 我們每天早上10點鐘 會更新一個不合格專區 有哪些產品呢 他是有蘇丹紅 可能會不合格 這是我們的政府 每天就報數字就好了啊 那報數字要他幹嘛呢 你是要阻絕才對嘛 對不對 我們都說要這個決戰境外啊 你要在境外就把這些 可能會有這個食品 食安疑慮的這些東西 都把它禁止住 結果不是 是你每天在那邊報病的例數 一樣又開始報了 10點鐘會更新 那好了 這最妙的是 剛剛我們提到這些 街廠商喔 這些這個進口商 像金站 加廣 酒家進口商 登記通通在同一個地址 負責人通通是同一個人 所以這個人他開了酒家公司 那這酒家公司 都有在跟進口這個有蘇丹紅的相關 這樣子的這些食品原料有關 然後他的地址是在高雄市 林亞區建國路 就在這個地方了 大家也拍到了 但是昨天去的時候 記者去的時候是鐵門申索 那現在檢方要復訓業者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這麼久了 檢方終於要這個復訓業者了 然後現在監察委員就申請說自動調查 主管機關是否管控失靈 你還要問是否管控失靈 我真是覺得監察委員 不管是檢調啊 監察委員 你們真的是睡覺睡太大了 都跟我們的這個衛福部 大家一起睡覺 該做事都不做事 一度說頂瓜瓜 我也很喜歡吃頂瓜瓜的 你知道嗎 這個炸雞 頂瓜瓜真的是台味炸雞 裡面算是一等一的 我昨天聽到說頂瓜瓜 什麼也用到了類似 有這個蘇丹紅的胡椒粉 好頂瓜瓜現在趕快出來說 親愛的顧客您好 我們的原料供應商 已經提供相關檢驗報告了 沒有蘇丹紅的原料 那為了保障消費者使用安心 那針對有疑慮的商品 我們就自己趕快去送檢 即日起胡椒粉跟部分商品 正庭提供 好就是 所以吃炸雞沒有胡椒粉 那這樣很不對味 你看看 那是政府惹的禍 那他也會自行 把檢驗報告合格之後 再公告說要恢復 會不會恢復提供胡椒粉 或是部分的商品 盡情見諒 你說廠商是不是很倒楣 人民是不是很倒楣 所以呢 你看沒有胡椒粉的這個炸雞 這個炸雞啦 真的是讓人覺得 覺得心情很鬱陣 有沒有很鬱陣 很鬱陣耶 你看我穿了紅色 但是呢搞了半天 到處都是蘇丹紅 每天都有新的店家淪陷 嘉義市的衛生局就查出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那個已經58包 這個相關的這些 這個什麼胡椒粉 辣椒粉都用掉了 是在雞排店 那全聯也下架了 一千 一萬七千多罐問題的辣椒油 現在是越茶越驚人 範圍很大 那也讓雞茶陷入了這個瓶頸 因為人力不夠嘛 所以其實如果你從邊境就可以管制 其實或者是 包括用一些AI來查的話 也許會比較快一點啊 結果現在怎麼樣 一開始打死不認 現在再怎麼查都跟不上 這個爆出來有問題的速度啊 這就是我們的衛福部 大塊雞排下鍋油炸到外酥內軟就得起鍋 大口咬下去 鮮甜多汁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全國都在查蘇丹宏嘉義市衛生局 在這家雞排店 茶口一包包含有蘇丹宏 辣椒粉胡椒鹽 業者從精湛加廣進貨 胡椒鹽60包 辣粉10包 但58包全部用完 恐怕超多人已經吃下肚 如果沒有付出你的話 這邊就不會看到 台南市衛生局 則是前往全聯積查 因為大批使用加廣辣椒粉製造的辣椒油 賣到全聯 一萬七千多罐不分批次通通下架 已經轉售到其他的縣市 所以我們也已經通知其他縣市的衛生局 來協助下架回收 蘇丹宏風暴越滾越大 簡直沒完沒了 北中南全台淪陷 將近40家業者進貨有毒原料 再製作成 黑白胡椒粉 辣椒粉 點呱呱自主把胡椒粉部分商品 暫停供應求自保 街舞檢驗出蘇丹宏原料 但為了更加保障消費者使用安心 我們也針對可能有疑慮之評項 也以自行送檢中 蘇丹宏風暴 蔡議政府食安五環破工 每天都有新名單抓肉抓不完 最慘的還是基層民眾 不知道吃了多少年 把潛在致癌物質吃下肚 傷害身體健康 記者紅館送備成王書宏南部綜合報導 全聯販售的BB13香辣油 被通報有用到蘇丹宏的辣椒粉 台北市衛生局稍早表示 目前全聯是不分批次的下架 總計已經有16,060瓶下架 其中台北市就下架了1,714瓶 提醒民眾如果有買到這個香辣油 我叫什麼名字 我再幫大家重複一次叫做 BB13香辣油的話 你就先別吃了 立刻停止食用 那全聯也說你可以帶商品 以及發票到鄰近的全聯門市辦理退貨作業 那我有問題耶 如果是很久之前買的發票已經對完獎了 那怎麼辦呢 這可能邀請全聯也要再回答一下 好另外就是蘇丹宏實安事件擴大 但行政院的實安辦公室卻說 這個蘇丹宏的致癌等級第三類 跟咖啡跟茶是同等 聽的人氣得半死 所以我們要來問問看台北市長蔣萬安 認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蔣萬安說 欸 實安問題是很嚴肅的問題 不能夠這麼清帥 蔣萬安有喝咖啡 沒有吃到蘇丹宏 我覺得中央政府應該是即刻的趕快解決問題 現在談這些其實民眾都無法接受 我想既然事情已經爆發 應該趕快的做相關的補救 中央應該是從源頭做好把關 那對於實安中央跟地方政府 當然我們都需要共同負起責任 至少對於蘇丹宏這件事情 我們地方政府至少台北市 我們都是嚴陣以待 而且是進行全面的機場 我們從大椒粉咖哩粉 現在擴大到胡椒粉 從校園端 學校營養午餐停用 現在擴大到長照機構 醫療機構 以及社福機構也都停用 那我們也已經啟動了專案機場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是 最嚴格來檢視 並且為市民朋友把關 另一方面對於違規的廠商 我們絕不寬戴依法重罰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課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課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錄片 Food feel good 配合 City 制衡 Food feel go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